艺术源于生活,生活也需要艺术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西双版纳的民间艺术 首先我们来盘点一下西双版纳的歹族民间艺术有哪些吧 我知道的有竹编,壁画,织井,张哈,乐器演奏,还有舞蹈 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其他地区歹族有一些我们接触较少的 还有歹戏,刺绣等等 我们暂且不表 今天我们主要讲一下西双版纳的歹族民间艺术 歹族民间文艺丰富多彩独具特色 有以张哈最为突出 打足张哈以为会唱歌的人既是歌手称谓 也是曲艺表演形式的曲动风格 无论昏散假曲或节日庆典必有张哈演唱 歹家人说啊 在我们生活中如果没有张哈演唱 就像吃饭没有盐一样无味 康永远远的响 发生了那些 快乐是开心的 魂远远的 摇远四十七年 手上的年轻 出来了 好 嘞 你说 这对 你不是 既然和 像是 你 这位张哈的演唱者呢 叫艾航旺 他是西方巴纳 歹族员的一名演艺工作者 刚刚他给我们唱的张哈 就是他特地跟老师去学来的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 喊旺 咱们刚刚唱的这首歌 大概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百姓的生活 发生了很多变化 就是赞美党 赞美主国的意思 那这首歌就是赞美之歌 是不是 对 张哈就像一位 满腹精轮的老者 虽宝涵学识 却不得不接受 他日渐老去的事实 随着现在文化的不到冲击 像海旺这样的胆心 年轻人学习张哈的 越来越少 一些产篇歌唱内容 也逐渐失传 胆住张哈 面临生存危机 要说到哪一种乐器 最能代表胆足 你首先会想到什么呢 那肯定是葫芦丝啊 一想到葫芦丝 优柔的音调 我就想起水一样的胆家人 那你会吹吗 一点点了 那我们现在和老师去学吧 走吧 都在口水等 合雨 音乐 石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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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先忙 地团 石轅 盛 organisation τη团 云 这些年轻人 被人 Ginsu Ride me fall me Ride me me 好 我们吹一首歌的话 如果太干的话就不好听 它就变成那种直来直去 比如说是金孔雀轻轻跳这个 吹是吹对的但是不好听 你要把它的那个灵魂给它加进去 比如说是 就是那种那种 要揉一点 对对对对 关于葫芦丝的曲目啊 那就太多了 月光下的凤尾竹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这些大众所熟知的歹族音乐 都是葫芦丝的经典曲目 葫芦丝的声音真的太好听了 每一次听到葫芦丝的声音就想跳舞 不行 我不会跳舞 水艳的民族 是对歹族性格的一种描述 他们礼貌温和 外揉内肝 歹族舞蹈也充分反映了 歹族 多不多彩的民族性格 歹族舞蹈种类防多 形式多艳 流行面也广 冰歌有特点 不过亏族性格的声音 有点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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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是手 对吧 下股线 然后跨 对到这里 手跨 12345678 好 然后手慢慢的往上 摆姿四 对 好 123456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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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觉得歹足舞蹈 要歹足跳才好看 我们初学者的话 跳起来感觉有点怪怪的 可是我刚才觉得 你跳得挺好的 是吗 我觉得歹足舞蹈 是一种展现女性柔美的舞蹈 如果把它学好了 那一定会受大众欢迎 艺术源于生活 生活也需要艺术 西窗反到歹足历史悠久 民间艺术 也是文化繁盛的一种体现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不断改变的文化 才有不断进步的生活 让艺术融入生活 让生活充满艺术 licensed店讲本大仅 也不断改参照